烈焰刀法名震江湖 扔出的飞刀可催生烈火 烧火救人无所不能 功夫再强 也只能甘败在心上人的肝肠寸断剑之下 允通镖局总镖头焦天豪 有一套家传的烈阳刀法 刀不出鞘就能令敌人闻风丧胆 允通镖局运镖途中突然收到传信 劫匪派两人带话给焦天豪 儿子炎二被捕 焦天豪惦记炎二安危 独自随两人前去 劫匪果然手握人质 想要焦天豪自愿交出飙车 焦天豪自知 交出飙车就等于破坏行规 劫匪拿炎二的性命做威胁 在名誉和炎二的命之间 焦天豪选择了后者 劫匪们眼见焦天豪无意抵抗就嘲笑他 焦天豪到炎二面前告诉他要报此仇 突然砍断绳子 劫匪骑马拉着炎二跑 果断制刀杀劫匪救下炎二 劫匪人数众多 焦天豪在围攻中受了伤 虽抱起儿子赶紧跑 另外一边 没有总标头镇守的标车 也被劫匪突袭 劫匪告诉众人 是总标头出卖了他们 一个标师在乱战中负伤趁机逃跑 标师在半路碰到另一队运标车队 告知自己的总标头和劫匪串通 身负重伤的焦天豪 把猎羊刀谱传给炎二 嘱托他将来要重振运通标局便离世了 另一标队来到此处异域斩草出根 刀砍下去被剑客小姑娘挡下 小姑娘是名震江湖的白眉道长之徒弟 白眉道长小致已情救下炎二一命 并把炎二安置在总标头的标局里 为了扩大万通标局的生意 总标头和劫匪是提前计划好的 炎二眺望着远居的二人独自悲伤 长大后的炎二除了发呆 就是挨巴掌受屈辱 看到标局里的标师练刀自己也手痒痒 来到一处角落自己偷偷练 手持戏棍都能打得有模有样 在偷看的标师都能叫出招式名字 戏棍扔到一旁掏出两把飞刀 每一把飞刀都出手精准到位 炎二拿出来父亲给他的烈焰刀谱 嘴里念叨着秘诀宁心俱立 只见再扔出的飞刀都带着火焰 标局少爷将此事报告给总标头 总标头虽动了杀心 但顾忌女补快冷如霜 另外一边 三名劫匪兄弟因为一点银子闹了矛盾 劫匪发誓要是说假话就碰见女补快 开过光的嘴直接召唤出女补快 身法灵活以一敌三还不落下风 眨眼功夫解决一名劫匪 其余两人也死在飞刀之下 师父一番细心教导后 让冷如霜去冀州处理一件难案 冷如霜到冀州客宅住下 被捕快提醒附近有采花贼 孟州分局标头带小切幽兰到万通标局 李少爷眼缠向迷晕幽兰被同伙拦下 两人便是采花贼 冷如霜察觉到客栈房顶有动静 采花贼向屋内吹迷烟 冷如霜有所防备并做出假象 拿刀指着采花贼 两人逃离 虽躲开冷如霜的追击 但又被盐捕头缠住撒粉迷住捕头眼睛 盐捕头耳朵灵敏听到二人交流声 采花贼回到标局不料被幽兰发现 李少爷起了杀心将幽兰杀害 谷主回屋发现幽兰已经失踪 总标头带谷主到衙门报了案 谷主便与总捕头告别回孟州 总标头心知 少爷采花之事 教训他一顿后 父子商量陷害盐儿 正巧冷如霜来标局拜访 盐儿正要回逢休息 被二少爷拦住 二少爷带人让他受尽皮肉之苦 盐儿像足球一样被众人踢来踢去 盐儿不忍羞辱和众人大打出手 寡不敌众被制服 李少爷带人出现 二少爷报告总标头 盐儿偷学本能武功 总标头当面质问他 李少爷假面惺惺为盐儿说情放了他 家丁在盐儿房间发现幽兰尸体 盐儿口奔背负罪名 盐儿挣脱束缚想逃跑 家丁们一拥而上 盐儿临阵不乱 数十人的围攻下轻松应对 冷如霜出手将盐儿制服送到衙门 两名狱卒被行贿打算在狱中除掉盐儿 盐儿在危难时打晕狱卒狱 冷如霜得知盐儿逃跑后 对他彻底失信 总标头也集结人马 冷如霜和骨头发现踪迹 盐儿在澡堂设计躲开追捕 盐儿马不停蹄赶往孟州 路上被庶民女兵制服 女兵首领毕桃看上盐儿 一顿好生伺候 又是喂酒又是喂肉的 好生痛快 冷如霜一路追踪到百花谷 想要搜谷就必须过了万字千红镇 冷如霜被围在万字千红镇中心 四面楚歌之下挡下一波波攻势 但敌方人数众多攻势不断 冷如霜打倒的一个个女兵会迅速补上 一时很难从镇中打开突破口 盐儿耍花心思窃走女装偷偷逃跑 还是被眼尖的谷主发现起了疑心 谷主问过被绑住的女兵气愤离开 返回叫停万字千红镇放走冷如霜 盐儿洗脸时听到马叫声还想逃跑 冷如霜和捕头突然出现拦住盐儿去路 冷如霜轻功了得反复横跳 盐儿干脆摊坐在地上不再反抗 总标头已经在附近客栈早坐等候 冷如霜押送盐儿赶到客栈 众人一番客套话后安排了房间 冷如霜推掉总标头组的饭局 李少爷在酒中下了迷药 现场教学谨慎老练的下迷药手法 带酒来到捕头房间 经二人一杯酒便离开了 捕头放下防备胡吃海喝起来 二人不一会就被迷晕过去 总标头带人行动来到捕头房间将其杀害 屋内的盐儿有所警惕跳出房间 悬在房檐上众人搜索不见人影 总标头计划告诉冷如霜 盐儿杀害了捕头 冷如霜检查尸体发现一封信 盐儿偷偷潜入狱中找到盐瞎子 看守的狱卒团团围住盐儿 能辨识出采花贼声音的盐瞎子 证明了盐儿的清白劝退狱卒 两人商量了复仇计划 李少爷也带人来到狱中 一番乱战只为救出绿林四杀 利用四人对付盐儿 盐儿烈焰刀法了得 三两招之内解决四人 李少爷离开途中遇到冷如霜 得知盐瞎子不见了的消息 赶忙返回将这个消息告知总标头 总标头出门迎接谷主 盐儿带盐瞎子一路跟随 盐儿潜入府中 想用民药酒设计总标头等人 这一幕刚好被李少爷发现 众人久以下肚假装晕倒 又引盐儿现身制服下盐儿 盐儿诺言出当年真相 总标头也供认不讳 谷主站起质问总标头 总标头以冷如霜为李收买谷主 谁知冷如霜将米酒吐出 两招之内制服李公子做人质 谷主提出比武和条件 冷如霜同意比试 两人悬在戏绳之上 谷主使善冷如霜直见 虽然在戏绳行动受限 两人也是攻守松弛 正在两人比武之时 标局支援赶到 盐儿拼死抵抗 不愿被制服 烈焰刀法 没有了烈焰 也能挡下众人 戏绳之上的两人武功 不相上下 你进我退 你攻我守 谷主攻击太过激烈 被冷如霜刺伤 不料 谷主不讲江湖信誉搞偷袭 启动扇中飞镳 背后刺伤冷如霜 盐儿制出飞镳 触地时大火烧起 拦住追兵的去路 救下冷如霜 冷如霜重整旗鼓 扔见刺伤李少爷 李少爷慌乱中大喊逃跑 被赶来支援的盐瞎子 认出采花贼身份 牙筛们将标局众人制服逮捕 冷如霜和盐儿最终解除误会 女捕快是由深江指导 由罗烈 石恩 杨志青等人主演的 武侠动作剧情类电影 该影片围绕盐儿这个人物性格 延伸剧情 制造冲突 结尾给观众们设置了 一定的想象空间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 就到这里了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